习近平上午还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 关于萨德问题 习近平明确表示 中方反对美国在韩部署萨德 并称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会加剧各方矛盾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朴槿惠则表态称 萨德不会侵犯别国安全利益 并保证只要朝核及导弹问题得到解决 就不再需要萨德 在会谈一开始 习近平就提到 杭州与韩国有着一段特殊的历史渊源 上个世纪30年代 为了抗击日本侵略 韩国临时政府曾在杭州坚持了三年 当时韩国著名的领导人金九 曾在浙江战斗 中国人民也为金九先生提供了保护 习近平还提到 金九先生之子金信将军 曾在1996年到杭州寻访 并写下饮水思源 韩中有意八个字 实际上 在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 大批抗日志士流亡中国 1919年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 此后在日寇大肆搜捕下 韩国临时政府的成员们 得到中国进步人士的帮助 辗转来到浙江杭州 加兴继续开展斗争 在杭州三年时间里 韩国临时政府召开国务会议 发行独立党机关报 保存了抗日力量 由小到大成长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议员 应该讲中韩关系现在处在建交以来 最困难的时期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 习主席引用了这样的一个渊源 那么确实有很深刻的含义 就是说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深刻的历史渊源 而且要把这种源于历史的一种友好关系 要进一步的坚定不移的发展下去 我想这个会晤本身 包括这个会晤当中提到的这件事情本身 也表明了习主席 包括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对于坚定不移的发展中韩关系的一个态度 习近平同时指出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 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多 中方愿同韩方维护好 发展好来之不易的中韩关系 希望双方努力扩大中韩合作积极面 抑制消极负面因素 并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确保中韩关系行稳致远 中韩两国是禁令 共同利益广泛 我们应该珍惜 我们已有的合作基础 政治互信 克服困难和挑战 推动中韩关系 在正确的轨道上平稳健康的发展 外界注意到 在习近平讲话期间 朴槿惠一直在认真做笔记 朴槿惠表示 很高兴来到在韩中关系史上 有重要意义的杭州 见到习近平主席 并强调 韩方高度重视中韩关系 对继续发展两国关系的意志 坚定不移 在半岛问题上 习近平强调 中方始终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 而半岛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 对话协商加以解决 中方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 萨德反导系统 习近平还指出 这个问题处理不好 不利于地区战略稳定 会加剧各方矛盾 朴槿惠则表示 愿就有关问题 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 而据韩联社的报道 针对萨德入韩 朴槿惠表示 萨德只会用于抗衡朝核及导弹威胁 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 侵犯别国的安全利益 而且只要朝核及导弹问题得到解决 就不再需要萨德 同时 他还希望中美韩三国建设性的通盘商讨 萨德入韩问题 韩国在防务问题上 它的主权是不独立不完整的 像现在的战时指挥船 都在美国人手里面 所以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理解韩国的一些处境吧 但是韩国绝对不可能说是完全被动的 如果韩国不同意 或者延迟这个萨德部署 还是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韩国宣布引进萨德系统后 中韩元首的首次会面 两人上一次会面是在今年3月31号 习近平与朴槿惠在美国出席 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时举行会面 当时习近平也强调 中韩双方要保持高层互动势头 用好一系列战略沟通机制 密切协调 照顾彼此重大关切 尊重对方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实际上 朴槿惠上周六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 在与普京的会谈中同样强调了朝鲜弃核 韩国就无需萨德的观点 不过 有观察指出 俄韩双方的会谈并未缩小在萨德问题上的意见差异 普京表示 朝鲜半岛核问题应在缓和东北亚军事 政治紧张局势的框架内得到解决 为此 有关各方应努力缓和军事对峙状态 分析认为 普京此番言论实际上是表达了不希望在朝鲜半岛进行军备竞赛的立场 也是在迂回表达反对萨德在韩部署 韩民族新闻因此认为 朝鲜半岛的矛盾格局正进一步固定化 对此国际问题专家杨夕宇并不认同 他指出 目前无论是半岛还是东北亚的安全格局 仍处在一个变化的十字路口中 上周六晚间 朴槿惠抵达杭州 他的专机就特别抢眼 因为机头伸出的两面中韩国旗就像长了一对耳朵 有观察指出 对于调警会此次来华参加G20会议 韩国上上下下各方面都给予很高的期望 希望中韩领导人会面能为双边关系目前面临的困难找到出口 分析称 2015年末 中韩自贸区协定刚刚生效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 两国企业都摩全擦掌 期待在中韩经济合作中获取更大红利 而萨德入韩 无疑给中韩经济合作交了一盆冷水 因此 韩国企业急切期待调警会此次杭州之行 能够为中韩经贸与政治安保领域里的困难脱钩 韩国就处于一种两难的局面 这个我觉得要解决这样的两难的局面 根本上还是要综合全面的来解决韩国的发展和安全的问题 所以要跟中国的合作 是解决它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本的忠实 而不再是追求跟美国的合作来排斥中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